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地震讓大家很擔憂 那在訊息上看到說 我們八德運動中心 有五樓的雨球場的一些 燈具的天花板掉落 所以我就把行程取消 繼續趕過來看 那剛剛看了裡面的狀況 確實觸目驚心 那整個樓板面積的空間 然後甚至掉下來的那個瞬間 讓我擔憂就是說 幸好我們有幾位運動的市民朋友 跑得還比較快一點 沒有受到這個影響 但是有一位好像也恢復有挫傷 所以現在在醫院觀察當中 那我想我們擔憂的是說 我們的這個市民運動中心 是大家假日週末最常來使用的地方 所以是不是這兩天 競數要進行全部的巡檢 特別是像這個天花板的狀況 還有這個鎖的一些這個狀況 那個施工單位進出來做調查 那讓市民有安全的運動空間 那也不要再造成其他的一些傷亡事件